今天这个视频就来带大家参观一下 我现在住的这一个25平方米的小房子 目前为止我对于我这个房子还是非常满意的 不管是这个房子它本身还是管理公司还是它的地理位置 这个房子的大小在日本的单人间里面 其实已经算中的稍微偏大一点了 然后我住在六楼 这栋楼它是带电梯的 所以搬家的时候搬重的东西也是非常的方便 并且周边吃的东西也不少 虽然我觉得都不好吃 然后安全方面也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我楼下不到五米的地方 就是我下楼 然后就在我的右手边就有一个扣板 就是大阪府警他们在的地方 所以安全感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在我下楼的左手边 又有一个Yukawa的家具城 所以买家具什么的也非常的方便 然后现在每个月的房租加上水电煤气之类的 大概是不到七万五的样子 如果夏天开空调 那个电费就会比较贵了 然后有一点要跟大家提前说明的 就是我这个房子它虽然稍微大一点 但是还是属于比较小的 所以如果我用相机拍的话 就是它广角的效果不太够 取景框就很小 我拍东西拍不全 所以接下来Room Tour的部分 我是用手机拍的 有的片段可能它的亮度不是特别好 或者是清晰度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我觉得也能看 大家多多包涵 那么接下来就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 踏进大门的这个一瞬间 同志们 你们已经把我家从北到南连带着阳台 一眼看到底了 把中间的门关上以后 我从左到右扫过的这一圈 就包括了玄关、厨房、浴室、厕所 以及鞋柜等等的所有的部分 我们先从进门右手边的鞋柜看起 这个鞋柜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我着实又被惊到 因为真的太夸张了 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 起码可以放三四十双鞋吧 前段时间我吃闺蜜安里买的 斯凯奇的老爹鞋 买回来以后天天穿就没有换过其他的鞋子 真的又软又增高 给大家强烈推荐 鞋柜的左边是厕所 厕所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觉得还好 第一次见到的人大概会觉得好小 确实蛮小的 个子高一点的人坐在马桶上关门 膝盖估计都能戳到门板上吧 这边要给大家安立一个刷马桶神器 它前面有一个这样的夹子 然后马桶清洁头是一次性的 你夹住以后稍微沾点水 里面自带的清洁液就会出来 这一个手柄的弧度也特别方便清洁一些卫生死角 刷完了之后直接把夹子松开 就能把清洁头扔掉 用马桶冲走 巨方便 巨适合我这种懒人 真的强推 厕所的左边就是浴室 很多日本的房子都有厕所浴室干湿分离的设计 这一点我也比较喜欢 这是我买的一家三层小推车 用来放我的护肤品啊身体护铝啊 入浴剂之类的东西 但不是很推荐 之前最顶上一层它半夜塌过一次被我吓坏了 在边上呢就是洗手台 浴帘和挂浴帘的杆都是我自己买了装的 浴缸特别小 之前拍照给我妈看的时候 她说这不是浴缸是泡脚筒吧 浴室出来以后呢 进门左手边的地方是一个放洗衣机的空间 在日本呢洗衣机都是有一个专门的写室内Sanitati Oki 有这个选项的房子就比没有的要贵 上面呢就是一个置物空间 我零碎碎的放了一些杂物 因为没有到每个月收空塑料瓶的时间啊 所以就暂时放在这里 纸箱呢它也是一个月收一次的 没有到扔的时候的我就会 没有扔的 没到扔的时候我就会放在门口堆一下 洗衣机的右边呢就是整个厨房的空间了 常用的调料我是直接放在外面的 这样拿起来比较方便 这个呢是我自己买的电磁炉 但是啊只有走廊的右侧有插座 所以每次做饭的时候 走来走去都特别容易被扔倒 右边就是粒水篮洗菜池冰箱和微波炉 上面的柜子里呢 是我囤的厨房相关的一些东西 有一样东西是我在国内没有见过卖的 就是日本的便利店和超市呢 都有这种一盒一盒的素食米饭 微波炉里盯一分钟就可以吃 而且口感还挺不错的 所以就更加觉得我买的电饭锅好鸡了呀 这个容量是真实存在的嘛 还没有我的手大 也不能煮粥 因为它一定要把水煮干才会停 真的是很叛逆呢 这边两个抽屉里都是我囤的调料包 中间这个呢是麻辣香锅的底料 很香很好吃就是太辣了 底下的抽屉里是各种火锅底料 酸菜与酸汤肥牛底料 这一个蒜蓉小海鲜酱做蒜香大虾 永远得神 在旁边呢是一些没有那么常用的调料 和一大堆螺蛳粉 这已经是我吃完差不多一半剩下的了 没有螺蛳粉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螺蛳粉真的太好吃了 同学们太好吃了 然后终于到房间的部分了 将将 先给大家看一下全貌吧 进门右手边这个门打开呢是一个衣橱 空间还挺大的 我买了几个抽屉式的储物柜 很能装 顶上这包衣服看见了吗 同学们 就是之前班车穿单里的丑衣服呢 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只能暂时打包以后放在这个顶上了 还有我的吸尘器也放在衣橱里 有了吸尘器以后打扫卫生真的好方便 这个吸尘器很便宜 而且还不缠头发 这个小桌子和地板沙发呢 是用来吃饭的地方 但是我的使用率其实并没有特别的高 因为我总觉得坐在地上以后要起身就很艰难 但是朋友来的时候呢 在这个桌子上吃火锅就很完美 旁边这个柜子是我在隔壁家具店买的 好贵的 但是质感真的很不错 也很能装 最顶上我用来摆视频展示架了 摆出来比较好看 而且可以提高使用率 不然我真的想不起来戴 第一层呢是我的一些护肤品囤货 基本上都是面膜吧 第二层呢是化妆品和日抛 第三层有两个小抽屉 左边是我的发式门 右边呢是我1688买回来的一点点手机壳 第四层全部都是零食 长胖的原因终于知道了呢 每天坐着不运动嘴巴还不停 不胖才怪 柜子旁边就是我最满意的床 这个是我在NITO里买的沙发床 现在是它的床的状态 灰色的毯子是我自己铺的 具柔软具暖和 被子也是超厚超软超舒服 如果有朋友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里面的两个垫子抽出来 然后推进去变成沙发的状态 而且靠墙的这一边一整块都可以放东西 中间还有插座和USB接口 躺着玩手机都不用起来找插座了呢 就是这一面水泥墙啊我不太懂啊 看房的时候中间说这个是独特的设计 嗯 是我不能懂的设计 然后床的对面就是我的书架和书桌 平时呢我录视频也是在这一个地方 这两个都是我自己拿榔头和钉子 一点一点组装起来的 起来卖身牛逼打在公屏上好吧 书架上呢一层放了书 一层是相机相关的东西 还有我新买的索尼耳机 为了戴耳机的时候不会顶到我的耳钉 我真的是煞费苦心 再往上是我的指甲油和常用的化妆品化妆刷 最顶上因为对我来说太高了 所以我只放了两盒咖啡 那我的书桌呢日常最多就维持到这么干净了 哎你为了在这里 架子上是我买的拍立得蜡烛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小东西 在边上呢就是我买的一个衣架了 用来挂我的包和一些日常戴的比较多的帽子 这几个包包大家感兴趣吗 有空给你们做一个包包分享好吧 这些包我个人还都挺喜欢的 最后终于到最后了就是我的阳台 这个空调外机上呢是我发的豆苗 日本的豆苗它卖的时候都是连着根一起卖的 所以可以发个两三茶 这个晾衣架呢也是自己买的 阳台的空间不是很大 刚刚好够晒被子 采光也还可以 那整个房子大概的布局呢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我住下来啊是感觉蛮舒服的 都不想出门了那如果你们有什么生活类的小技巧啊 比如说收纳呀或者是如何让你的家看起来 就装饰一下看起来更精致之类的那种经验的话呢 也可以分享给我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生活三级残废好吧 那接下来大家想看什么主题的视频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